港島大潭道豪宅鴻山半島 在9月8日破紀錄的黑色暴雨期間發生山泥傾石 三棟變成危樓的獨立屋被涉嫌霸山波官地和潛建 我們對比了多張航拍圖片 發現整個屋苑至少有35棟獨立屋 都疑似霸山坡和潛建 這幾棟重拍經隔離臨海的獨立屋 懷疑鄉外擴展 霸佔山坡的官地潛建後花園 部分花園鋪了草皮 有些就鋪了地磚 這些霸山坡的獨立屋至少有27棟 有零星獨立屋對開的山坡有開狠過的痕跡 本來有植物的山坡變成了泥地 至少15棟臨海的獨立屋 將原有的泳池潛建了做地庫 就好像這間 鑿穿了擋土牆 在外面見到有窗 當中至少有5棟獨立屋 將原有的擋土牆整幅拆了 全數改造玻璃窗 就例如這幾間 還有出事的72號和74號屋 這兩間屋更加再向外霸地 喜泳池和另一個地庫 整個屋苑加建玻璃屋的就不計其數 現在我們只可以透過擋土牆有沒有被鑿穿 有沒有安裝或者變成窗 推斷有沒有僭建地庫 實際上有僭建的個案 可能比航拍顯示到的更多 結構工程師危學人說 如果沒有專業人士協助 私自改動擋土牆 樓宇整體的結構未必符合標準 在某些情況下 結構也未必穩定 但是不論離學的時候 它多了一層的樓的話 它的何載都可能會多了 但是它又會拿走了一些泥土 就是層樓和地基的關係 就變得很複雜了 現在如果要它入籍去拆回 它建了那兩層的地庫 我相信還未講拆 只是講一些臨時支撐 都肯定不止一百萬 我相信 就是可以在天文造詞 翻查地政總署畫的地圖 有畫到鴻山半島 青水灣金樹路的冬季 全港多個疑似霸官地範圍的邊界 懷疑一早就知道霸地的事 危學人說 處方客廈的測量處 每年都會航拍 並且按照土地的現狀畫地圖 和執法的是兩個部門 既然它不來的了 總之我見什麼就說什麼 理論上 地政每年它會比對一些航空巢 看有沒有一些違規的建築物 有沒有侵佔了那個官地 所以它都是會知道的 但是在水行動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很複雜 地政那些所有東西 還有新世紀都不像我完全認識那麼清晰的